佛怎么可以让别人做罪业呢 所以他一生不要再这样 一无所有啊 住在哪里 住在树下 树下一宿 日中一世 一生过这样的生活 于人无争 于事无求 独自在啊 他给我们做的示范 最圆满的 更新 最好的榜样 我们要这样才能真正学到 释迦牟尼佛的东西 下面说要接运 若支持名号 未断见识 随其和善和定 与同剧组分三倍就应 这是欧耶大师讲的 我们念佛 支持名号 念佛 尽思烦恼 美断 念佛呢 或者是善念 或者是定 定是早晚功苦 你定了功苦 善是平常 有时间就念佛 这叫善念 但是 见识烦恼 没断 见识烦恼 就是华言经讲的执着 我们在生活当中 对人 对私 对我 还是执着 执着没有放下 这样念佛功夫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使身 凡胜 同居度 随着你念佛功夫的前身 跟你对执着放下的多少 分三倍就应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认真去做 提升自己 这是带着走的 诸位要晓得 这个世界呢 明文立扬 带不走 你再多的财富 你走的时候 一文都带不去 再高的地位 也带不去 再亲的亲人 也带不去 古人所谓 万般带不去 唯有夜随身 我们念佛这功夫 能带去 帮助我们在极乐世界 提升品位 能够带得去的事情 多干 认真去干 带不去的事情 不要去干 我这几天 在印度尼西亚访问 参加他们一个 这个 也是 世界 和平宗教的论坛 和平宗教的论坛 我就向大家 报告 也劝导 也劝导大家 一定也 真感 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 因为我在印尼 还遇到一些 佛门的弟子 出家人 释迦牟尼佛一生 讲经教学 这个要知道啊 佛在世天天讲经教学 没有课本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 经典怎么来的 释迦牟尼佛 源起之后 学生们 大家集合起来 从自己记忆里面 把释迦牟尼佛 在世所讲的 这些教训 写出来 留下来了 这叫经典 他老人家一生 教的什么东西 现在经典 现在就是 所以经典 不是叫你念的 教你怎么样生活 怎么样做人 怎样去做事 教你这些 不是叫你去研究 没什么好研究 想想师尊 当年在世 他是王子出身 他不出家做过王了 学期了王位 从事于职业教师 世尊在世的身份 职业教师 教了一辈子 三十岁开悟 开始教学 七十九岁 源起 教了四十九年 当时没有记录 佛没有讲义 也没有避记 同学也没有避记 集结 紧张 那是阿难尊者 阿难是 释迦牟尼佛的使者 每天跟在身边 所以佛讲的一切经 他都听到 这个人 记忆力 非常好 他听过一遍 几乎就不会忘记 所以集结精脏 流传后世 阿难就当了个主角了 他复讲 同学们大家听 有一个人反对 就记录下来 有一个人反对 那这句话就得减掉 取信于后代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经典 就是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 跟大家讲的一些东西 教的一些东西 这就是教材 我们要 我们要依经典来修习 就对了 依照经典里面来修习 就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没两样 释迦牟尼佛一生 没有建一个道场 他老人家走的时候 是在树林里面 不是在房子里 为什么 他要建道场不困难 自己的树家 是帝王 建个道场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同时 他在教学那个期间 印度有16个大国王 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 释迦牟尼佛 教学也很活泼 他们有固执 所以有些过王大臣 他们有别墅 有花园 请这个佛带着他们的弟子 这些人愿意供养 佛也接受 那你想这部经 在奇数界孤独云讲的 那这就是奇托太子 跟徐大多长者 那是个大富长者 他们提供的场地 佛接受 接受像现在人所说的 佛接受实用权 不接受所有权 你说我东西 要是送个佛 佛不要 佛可以在这里住个几年 在这里教学几年 然后他走了 物归原主还给你 为什么 没有增值 只要有财产 就会引导人起物理 想占有这个财产 想控制这些财产 那就造罪业了 佛怎么可以 让别人造罪业呢 所以他夜深 不要财产 夜无所有啊 住在哪里 住在树下 树下一宿 日中一时 一生过这样的生活 余人无增 余事无求 多自在啊 他给我们做的示范 最圆满的 典型 最好的榜样 我们要这样才能真正学到 释迦牟尼佛东西 如果有了财产的话 的时候 学不到了 学歪了 学偏了 肯定 早夜 所以佛教传到中国 中国这些道场 谁见的 最早 帝王见的 财产属于国家的 不属于哪个私人 以后 有大副章者 护持佛法 建的这些 寺院安堂 设放到场 不是贵男人 提供给 出家人 佛弟子 有个修学 成就道业的场所 叫十方丛领啊 出家人没有私材啊 现在变质了 现在出家是 出自己的家 入了一个家 入了比自己家更大的一个家 这个环境当中 怎样修清净性 怎样修平等性 我从罗马回来 看到一个现象 这也是四十 现前的四十真相 在全世界 信仰宗教的人 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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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 这 不信仰宗教的人 这个人数年年在增长 这我就想 如果像这样下去 三十年之后 这世界上还会有宗教吗 年轻人不相信了 年轻人相信科学 说宗教是迷信 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宗教真的是迷信 不是宗教本身是迷信 现代从事宗教工作的人迷信 宗教本身不迷信 他要迷信 怎么能传到现在 你看看释迦牟尼佛讲的经典 他当年天天讲学这是迷信吗 迷信的人能讲得出这么好的道理出来吗 所以这个给我很大的这个启发 宗教如果不回归到教学 大概三十年以后就没有了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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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